监控视频里 这位穿棕色羽绒服 戴红色围巾的女子就是嫌疑人 晚上八点多 店里顾客不少 女子先来到蔬菜谈位前 拿起蔬菜挑了挑 然后又走到冷冻货架前 拿起几盒净菜看了看 五分钟以后 女子拿来一个塑料袋 先在冷冻货架上 拿了一盒净菜 又到蔬菜谈位前 挑选了一些蔬菜 接着又回到冷冻货架前 接连拿了几盒净菜 这时 袋子已经装得满满当当了 离开超市前 女子把袋子塞进了羽绒服里面 总的持续时间是两个月左右 然后次数是有26次 我们进行了一次清点 然后总的物品 我们经过梳理发现 结合清单 看应该是偷了90多件物品 超市经过清点 发现这两个月 女子偷的东西 小到一把葱 大到整只鸡 损失金额 2000来块钱 很快 警方确定了女子的身份 将她传唤到了派出所 之前经过讲一下 第一次什么时候 去了几次 我也是说不话 变得这么多 被人打个假期 来找人 我儿子 吃住 多偷一些什么东西 第三十五天 为什么要偷 没这个东西 你是五个 你是五个 他一开始 就想着占小便宜 后来发现没有发现 他觉得没有人能发现它 他越来越享受 偷窃的刺激的感觉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影头了 据了解 嫌疑女子 今年72岁 就住在超市附近的小区 家庭条件也不错 他也不是说很需要 因为他其实是买得起 他家里的生活条件也可以 他不缺钱 他完全买得起 然后他之所以偷 就是享受这个快乐 他的这个快乐 家引号的快乐 偷成一个习惯了 他偷回家以后 他不光自己吃 他吃不完 还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那这个就很恶劣 目前 嫌疑女子 已经被取保候审 等待法院开庭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